知与缠绕展即日起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 邀请来自三个部落的知役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 市长魏嘉贤表示 策展内容聚集了个人生命书写经历 让社会大众可以认识原住民族的知役文化之外 也透过这三位知者的编织还有缠绕 可以串联起曾经失落的记忆或者是记忆 市长魏嘉贤和部落头目共同祈福未知与缠绕策展活动揭开了序幕 这场策展邀请到三位部落的编织艺术家展出了主题创作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三位艺术家透过编织和缠绕串联起梦境和现实 也串联起家族或者是部落 更串联起曾经失落的记忆或记忆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 特别邀请到三位创作者跟艺术家 那分别都有入选一些大奖的一个部分 那也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原住民的创作艺术家 那像是织布缠绕的部分 那他们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个记忆 跟遇到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然后创作出让原住民不一样的一个织布的 还有一些缠绕的一些手工艺 那我们希望这些手工艺变成了艺术品之后 都能够给更多部落族人们来做相关的欣赏 那更推广到我们花蓮市 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到 更欣赏到 那我们希望说原住民的艺术真的能够代代传承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他们 然后在这个领域上持续的努力 在此要谢谢这么多我们艺术家 没日没夜的为我们艺术界原住民界持续的付出 这场策展是邀请到屏东三地门大社部落排湾族的五玉林 花莲万荣乡芝雅干部落的太鲁阁族徐玉轩 还有秀林乡秀林部落的太鲁阁族朱豪杰等人来参展 总共展出20件作品 即使起到12月1号 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月轮会花莲市报道